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這個節目,我是小題琴手葉兆熙 這次想用Live的形式去講一下Suzuki第二冊最後一首曲,即第十二首 一首由Boccarini,一個意大利作曲家所寫的一首作品 這首作品是Boccarini最有名的作品 但其實這首作品是在他的弦樂五重奏中其中一個樂章 但我相信很多人都沒有聽過整首String Quintette 即是這首作品的完整版本 通常都是只聽這首小步舞曲 包括我自己在內,我自己都沒有拉過這首String Quintette Boccarini其實是,如果我看資料 他是1743年出生,1805年離開的 都算是classical period的一個作曲家 他的作品是比較平易近人,他寫了很多首Chamber Music 我們看回這首,第十二首Minuet 有朋友特意想我講一下這首曲,如何拉 今次這一集我正正是想告訴大家 如何可以把這首歌拉得好聽一點 我記得我小時候,我聽到這首歌我都很喜歡 那時候我就沒有學到很高級的程度 有些比我學先一兩年的朋友 我間不中,我沒有記錯的時候 好像在演藝學院聽到有人拉這首歌 我就很羨慕 這首歌很好聽得來又好像很開心 又好像不是很難 然後到我真的學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 想不到在一把位都可以拉到一首這麼好聽的曲 那我就,就是 讓我學到的時候那一刻,我是很開心的 所以今次這一集就是講一下這首Minuet 首先這首歌的速度指示 是寫著Moderato e Grazioso 即是一個中版 中版之中是Gracioso 即是斯文 是要優雅的 我現在會先試一次拉這一首Minuet 是由Poccarini所寫的 中版之一 3 6 5 7 8 對嗎? 對嗎? TRIO Dekapu 重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不論是重複的音是要斷開它 所以在第二個小節 這裡有兩個音是重複的 那我們就不要拉 把它拉成 這樣很悶啊 應該是 是不是 斷開 再斷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把第一個音拉短一點 短一點不是要Staccato 只是短一點而已 然後Metal Forte Piano 和之後的Piano 這兩句的大小聲的分別很明顯 然後如果大家聽到我這個小節 即是第六小節 我做了一件事 我將Trill是由高的音是拉下來的 大家比較一下有什麼不同 好 第二個 第二個 是由高的音是拉下來的 這個Trill的做法是比較像 比較像Classical Period 比較像Baroque Period的 那個時期的拉法 所以我覺得拉這首歌 最高的音在G-Sharp下下來 一路很開心 開始大家聽到一個很開心的A Major A Major 但是 這裏出現了一個 幾意想不到的 一個發展 在音樂上 即是在旋律上面發展 說明是小部舞曲 感覺應該 不太嚴肅 但是在不太嚴肅的小部舞曲裡面 大家可以聽到 這幾個小節出現了Miner的音聲 純粹是假裝嚴肅 只是想有一個對比 跟之後A Major的旋律有一個對比 所以這裏大家可以轉一轉那個音色 回到A Major的感覺 回到A Major的感覺 還有試一下 那個節奏 即是第一個小節的Singlopation的節奏 就是每個音是斷開一點點 就不要完全連在一起 就是 我現在試一下由 我現在試一下由13個小節 拉下去 一樣 接著怎麼樣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 剛才這四個小節有什麼感覺 我自己覺得好像坐過山車一樣 即是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下去 它一路上一路上 其實可以這樣寫的 但是不是 然後 或者你猜到它會上去 但是你沒有猜到的是 它會 比第一個小節 即是比第二十二個小節 上去的速度 是加快了 如果我們很仔細地去看這一句 即是這個是我覺得好玩的地方 我們說音樂好玩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 拉那個人 彈奏那個人 以及聽的人 在拉的過程之中 你感覺到有些東西是 你預計不到的 好玩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回到剛才說的 怎樣加快 大家如果還記得 上去的Scale 是嗎 但是接著去到第三個小節 雖然不是同一個Scale 但其實也是Scale的其中一部分 但是聽到是加速 它不是 在幾個音裡面 又跳來跳去 跳下去 然後又跳上去 HELLO BOE HELLO BOE HELLO BOE 我講到哪裏 是 就是 嗯 就是 然後 然後 是不是結束了 又不是 然後由高的音 下來 好像 拋了你上半空 你跌了 到地上 差不多跌到地上 但它不是 它又托起你 然後 由高的音樂回來 記住 句尾 一定要收拾 不要 一點都不斯文 一點都不斯文 很老套 不是錯 但是很老套 一點都不典雅 記住 比如說 明尼 寫給 上等人 貴族 不會 好像突然之間 插錯腳 就不會 同樣也是 半拍 一定要這樣 利用你的手指尾 去減輕 那支弓的重量 如果你在下半弓 其實一定要在下半弓 拉的 利用 利用手指尾 平衡之弓 然後 記住 那個 REST 第一拍的REST REST 旋律是在鋼琴那裏 或者在伴奏 不應該說 在鋼琴那裏 應該 其實鋼琴好像 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有這樣的樂句 那這次的小提琴就是伴奏 但是我自己覺得 即使是伴奏也好 因為 在鋼琴那裏 他是在做一個 Fall Bar Phrase 他做Fall Bar Phrase的時候 一定是佔大的 不可以伴奏的時候 死氣沉沉的 沒有變化可言 不可以這樣拉的 你知道那個Fall Bar Phrase 是由小至大 那你也要一樣這樣做 即使這份譜 在三十小節那裏 寫著Mexo Forte 你不可以一開始就已經 好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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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一開始的時候 我自己會拉Piano 然後這次更小一點 這次Mexo Pianissimo Pianissimo 只是 Pianissimo之中 都要少少Crescendo N N N 又來了 又來了 這次啊 不會 不會是大聲 不會是 開始的時候是是大聲 那樣 有個很明顯的Crescendo 沒有了 保持在Piano 好了,然後 Dakapo,即是回到開頭 Dakapo,即是回到開頭 要不要漸慢呢? 大家覺得要不要漸慢呢? 試試唱一下 Dakapo,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當然不會 我覺得基本上沒有漸慢 其實當我們想把結尾的時候漸小 感覺已經慢了 不用刻意給它一個漸慢 這樣太做作了 我自己覺得這首歌呢 除了我們剛才說的Phrasing Four Bar Phrase 還有Crescendo Diminuendo之外 我自己覺得主要是指弓的控制 多一點在下半弓 打側 弓模向自己打側 多一點在下半弓那裡拉 千萬不要在中弓 更加不要在上半弓 不用用那麼多弓的 你看到全部控制都要在中弓以下 這個範圍 在上面拉得不可以呢? 即使我很想做那些 音和音之間斷開 是很難做的 你怎樣拿起弓 但又要控制得好呢? 你在弓尖 在弓尖很難的 所以一定要在下半弓 然後第二十二小節一樣 Trio 全部在下半弓 對啦 大概是這樣 我自己覺得拉這首Boccarini 希望這次這個示範幫到你 以及可以當作上一集 我講的六個tips的一個例子 利用那六個tips 是可以將這些 Classical period Baroque period的作品 是拉得好聽好多 不要那麼硬斑斑的 如果什麼都不做呢 即使你拉適合音準 做了大小聲 你不做那個phrasing 是 不做phrasing 音和音之間又不會斷開 人家聽到這首歌 如果你聽到拉成這樣 是很難有一個跳舞的感覺 所以 不妨 拉這首歌的時候 儘量放鬆一點點 手指 手指的力 應該說你的手的力 主要在哪裏呢 是在手指頭 但是手指頭在這裏 這個關子之後 其實就要放鬆 你拉的時候 應該是 整天你的手指都在調節 好像一架車的 懸掛 的suspension 一架車的suspension 這樣 就不是死 就不是握緊它 你手指一握緊 你的手腕 跟著就會硬 就會變成這樣 這樣的時候出來的聲音 對不起 這樣的時候出來的聲音 就會很硬的了 你就做不到那些 音 就是離開條言 然後控制得很好 你做不到那些效果 所以 給大家一個練習 如果 你想知道 怎樣去做 即是怎樣去 令手指 能夠活動呢 試一下 拿起之弓 拿起之弓 這樣就 提起 手指提起 就是這樣去做 你看到 是每一隻手指都要彎 尾指的作用很重要 如果尾指凸了出來的話 你支弓就會 拿不穩 就會掉下來 為什麼有些人 有些學生問 為什麼我支弓會掉下來 當然是 因為尾指 你支弓會掉下來 沒有 沒有 在應該踏的位置 以及 尾指的關節 尾指的關節 這個關節 一定要是 起角 角 整個角度 彎彎的 你不能讓它平 更加不可以這樣 有很多人 拉琴 手指尾是這樣的 這個就 你看一下 你這裏 就算你這裏是彎 但是你的手指尾如果是直的話 你不能上去 所以大家試一下 練的時候 看看這個很簡單的練習 看看能不能增強你的手指 令手指可以靈活一點點 如果可以的話 我相信拉這首歌 應該可以拉得很好聽的 那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 請在留言那裏告訴我 還有訂閱 Facebook我的Page 如果是 你在Facebook現在看Like的 請你訂閱 YouTube頻道的 YouTube我的頻道 還有 我現在是會 會想 頻密一點 去寫一些關於 拉琴有關的 資訊 技巧方面的 在 Instagram 如果大家有Instagram的 也可以 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是小弟琴手 葉兆熙 下一集 再跟大家見面 多謝